好,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滚珠串放进轴承里面 现在你看滚珠串是在轴承的外面 工具的话要需要一个螺丝刀 十字一字都可以 然后翘门是首先第一步把滚珠串 尽可能的放进轴承里面 你看上面的这些滚珠放不进去 是因为轴承上有一个盖板 这个盖板是为了防止滚珠串脱离出来 那具体的做法第二步呢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第二步做法就是 先用螺丝刀的刀柄按住这里 按住这里,然后手拿着 对手拿着,然后 另外一只手呢是通过转中轴的方式 把滚珠串送进,送进那个轴承里面 听到他的一声就已经知道滚珠串已经进了轴承 看,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拉放自炉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